接下來的話呢 第一個 請各位下載這一個啦 就是台北市的住宅下載 因為這個是直接可以打開 沒問題 因為它的那個編碼是 Big 5 沒關係 是直接可以開 但未來如果你遇到那個UTF8的亂碼 記得喔 你就要從資料裡面這邊 從文字的這邊邊 然後把它找到之後賄賂 不過啦 你說老師 那我不管什麼樣 我用這個直接賄賂可不可以 那絕對不會是亂碼 但是它比較沒那麼直覺 直接打開比較快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上面有個錯誤訊息 因為這個是CSV 所以CSV將來 假如你做了一些動作 你存成CSV 你做的所有動作都不見了 因為它沒辦法幫你存檔 因為它只能一個工作表 那怎麼辦 你可以先訂存好了 直接乾脆啦 直接存成什麼 存成啟用聚業活躍部 這樣一勞永利了 我先把它存桌面好了 OK 直接存這一個 因為將來我們還有可能 我們還會練習到聚集跟VBA 所以乾脆就直接存這個 這樣就一勞永逸了 你也不用擔心說 將來沒有存對檔 OK 把它存檔 那上面的訊息就消失了 OK 那它的副檔名就直接變成XLSM了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要先針對第一個問題找答案 第一個問題是 到底應該是前院市長是柯P 柯P是104年上任 一直到110年卸任 111年卸任 所以這8年間 到底它的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到111應該是8年 剛好它在任8年 所以這個也是它一個成績單 那這個資料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找Google 我覺得也不見得可以找到 因為沒有人特別去做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直接去從政府的開放資料下載完之後 我們來統計 問題第一個 資料量滿大的 Ctrl向下 Ctrl向下 直接到最下面 3526筆 有沒有 這個資料Total是這麼多 那等於-1啦 乘以3525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第一件事情 到底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不好 所以這邊有牽涉到兩個資料我需要 第一個 橫向軸可能要是碾 比如104、105、106到111 那縱向軸就Y軸需要它的數量 所以如果我假設我需要這個東西 其實最簡單就是樞紐分析表 OK 可是問題樞紐分析表 你要還記得吧 我們有個插入有沒有 樞紐分析表 我一直強調喔 如果你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OK 因為這是Excel裡面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啦 OK 如果你連這個都不熟悉 說真的你怎麼會熟悉Excel OK 我講 其實我講得很直白 真的很多人 不會用這麼好用的工具 所以你說為什麼Excel經過了32年 還歷久不衰 還這麼多人用 有沒有 還願意花錢去用 因為它真的有它過人之處 這個東西真的太好用了 如果當然你說老師我學Python 我可以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學Python 你要打一堆程式嘛 OK 然後引用很多的這個模組 有沒有 像Pandas 然後每一行每一行都要 當然問題喔 我們如果用所有的分析 就用滑鼠 一行程式都不會寫 得到的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你說Pandas 實際上Python裡面的Pandas 要做什麼 其實就做這些啦 OK 差別是說我可以用滑鼠鍵盤做的動作 但是如果用Python 就是全部要用程式來完成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 我也想要用Python 一樣這麼用程式 沒關係 你可以在Excel裡面寫VBA 所以其實啦 這兩個結果應該都是一樣的啦 只是差別是你用不同工具而已嘛 就像你現在 如果要到高雄嘛 你有很多方法可以抵達嘛 交換工具非常多 那至於哪一個交換工具最合適 你自己挑嘛 你可以搭火車 搭高鐵 還可以搭客運嘛 反正都可以到達目的地 OK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有一個重點喔 就是說 如果你要統計的那一個資料 你要先確定說 因為我要是歷年的切到案件的數量 所以歷年 你就必須有個年這個關鍵字 所以年這個欄位有沒有存在 年 你說老師有個日期耶 日期等於年嘛 但不等於 因為年是日期的一部分嘛 因為日期裡面有年有月有日嘛 你不能說日期就是年 不等於吧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意思啦 好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必須在假設欄 發生日期的右邊這邊 按右鍵 先點第一欄 然後插入一欄好了 那這一欄名稱也叫年齁 比如說我需要一個歷年這個關鍵字 所以我給他一個關鍵字叫年這個欄位 所以以後你要統計什麼啦 你就把那個欄位先變出來 那接下來就簡單了 好年 可是問題年我要怎麼取得 那因為剛好在台灣的那個年齁 比較特別 習慣不是用西月年 是用民國年 民國年剛好是 就是相差1911啦 所以把103加上1911的話 那就會是西月年了 所以呢這邊的話呢 如果 假設吧 我們先不要管那個西月年 我們先用民國年 那民國年剛好是前三個字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 把前三個字取出來放這裡 那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最實覺 因為可以用哪一個 其實你把它當文字好了 雖然它現在是數字 因為它靠右對擊 不過不管我們先用laps 有沒有 還用過嘛 laps裡面的話 把這個資料給它 然後要幾個字 要三個字 前三個字嘛 所以這邊輸入3 103的文字 所以它實際上是把數字帶過來 變成文字之後 然後切成103的文字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它一定會靠哪邊呢 它會靠左 為什麼 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是靠左 靠右一定是數字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變成數字的話 外面再包個value不就好了 OK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另外 另外假設我可不可以把它當數字來計算 可以啊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數字 除以多少 應該是除以1萬吧 然後再用int 取得整數 也一樣可以得到103的數字 只是我覺得 那樣好像比較不好理解 所以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理解 OK 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說要不要把它變成數字呢 看起來好像不需要 因為其實折線圖喔 除非你要排序 不過看起來它好像 在使用過程當中沒有問題 所以目前來說 不需要把它轉成這個數字啦 當然未來如果發生問題 像我們之前 比如說那個要算那個年次有沒有 那那個要群組的時候 群組一定要用數字 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轉成數字 這個可能大概知道 所以我們有年的時候 接下來呢 我再利用插入的樞紐分析表 然後第一個它會幫我 問我這個範圍對不對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也是A1到F的352 好像沒錯啦 範圍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第一個給它範圍 反正你郵標放裡面 它會幫你框起來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它會跳出一個 新的工作表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年的欄位 你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詞 你會發現喔 它馬上就會幫我們把歷年 有看到嗎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上面這邊有一個年有沒有 拖拉到列 它會幫我把什麼 這個資料先 有點像移除重複啦 反正就留下什麼 留下不重複的年 第二個 在拖拉到這邊 它就幫你算計數嘛 算這個裡面的數量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從104年到111年的數量 馬上就統計出來了 應該有看到吧 有年的話 然後再 在這邊喔 記得喔 這個 就是你 假設有這個欄位的嘛 然後用taps就OK 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直接按確定 不過可能先 check一下這個範圍 然後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詞 的下方 那最後的話呢 那我如果不希望留下102 103跟112 這個好像數量有怪怪 一個一個 四個 那你可以在列標籤的 右邊有一個箭頭 點下來之後呢 把102、103跟112的資料 隱藏起來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我需要的 剛好就這8年來的 這個住宅窃道的數量喔 馬上可以知道了 那接下來如果希望喔 把它畫成 因為你會發現 雖然這個表格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喔 好像還是沒有那個圖來的直覺 所以最後如果我想要畫成圖的話 那當然很簡單嘛 OK 剛剛特別說篩選是從 這邊有一個喔 一個小小的箭頭 從這邊喔 把102、103跟110 112打勾取消 那這樣就留下我要的data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畫成圖喔 也很簡單 在右上角也叫樞紐分析圖 那你就把它找到那個折線圖 就可以把圖畫出來 所以喔 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它預設是直條圖啦 其實直條圖也蠻清楚 但是它 它 比較 感覺沒辦法表現出那個時間軸的概念 所以一般習慣喔 會用折線圖 那折線圖的話 它有 沒有點 這個沒點的 我習慣用這個 含有資料標 那個點就是資料標記 OK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直覺 然後你就可以按個確定了 然後並且把它移動到d2 然後寬度大概差不多有 到M欄吧 然後大概15列左右 好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看到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個成績單了 哇 原來齁 一年大概發生接近700件 再到去年大概發生 已經 幾件 大概200 200件 大概不到200件 189件 所以呢 已經 本來一天大概360 大概一天大概兩件左右 到去年的話 一天大概不到一件 一天大概不到一件 因為一百八十九 等於是接近大概兩天才一件 有沒有 本來是一天兩件 變成一天只有0.5件 所以呢 哇 成績應該算是還蠻讓人家驚艷的 OK 那最後當然如果你希望這個表更漂亮 一般會把上面的標題改一下 這個標題我習慣給它一個有意義的名稱 也許叫什麼 這個叫歷年竊道折現圖 OK 我給它一個名稱 看底下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給它一個那個歷年竊道折現圖 這邊有了 歷年竊道 這個叫歷年竊道折現圖 然後我就把這個名稱 把它打在這裡好了 OK 輸入上去 然後並且把這個框框點一下 然後再用常用的地方 把它改成二十號字 左右 這個大概 然後字變成紅色 加一個粗體字好了 OK 所以 把上面的標題弄漂亮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標題 看起來好像不知道這個圖 到底是表示 是到底做什麼 OK 最後好像這個圖已經OK 但是多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圖力 圖力有點多餘耶 這個我看得懂啊 你給我一個這個圖力有點 好像多了這個東西 應該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圖力 最後我習慣是點它一下 然後按Delete 就把它刪掉了 OK 就完成第一個練習了 OK 所以第一個問題答案就找出來了 歷年竊道折現圖 那我最後我也習慣把這個底下的工作表 點兩下 也叫做歷年竊道折現圖 OK 那所以你會發現喔 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實際上喔 原來的資料在右邊 它會幫你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原來資料的左邊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表格做出來 圖也畫出來 哇 那將來如果你要做這個簡報報point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把這裡一個表跟一個圖喔 Ctrl-C,Ctrl-V過去了 然後在powerpoint裡面 就會有一個可以秀的東西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 至少啦 你說 如果你假設啦 拿原始資料給人家看喔 所以這你要怎麼統計 這你怎麼給人家看 你這怎麼怎麼分 哇 你這實在是 如果以後真的不要讓人家看到 powerpoint裡面不要讓人家看到 這麼恐怖的資料 有人真的反正來秀 你給人家秀看這個幹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就說 我根據這個資料 就好像感覺沒什麼說服力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這個表跟圖畫出來 那相對的就很直覺 那再來就是你要判斷一個事情的答案的話 我覺得相對比較客觀 不然人家問你說 欸 你覺得這幾年來喔 那個 這個台北市的治安喔 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不過你會發現啦 如果假設 很多人都沒有那個 數據當成是 客觀依據的話啦 很多人都會流於那個什麼 可能會有一些 立場吧 那我覺得就很不客觀啦 對 你講這些 我覺得有沒有做事情 有努力就有分數嘛 就讓你們很認真 但如果成績很差 你一定不服氣嘛 對不對 但如果你很努力 給你很高分 那當然我會覺得 對 這應該合乎情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客觀的做事情的話 那真的很需要用一些比較 我覺得很方便的功能 所以剛剛真的需要很仰賴一個 就是先把這個變出來 再利用插入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樞紐分析表實在太好用了吧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我真的還不知道怎麼變呢 如果假設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一sell裡面 假如沒有 你限制不給你用樞紐分析 你請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隔壁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 那你可能就頭痛了 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很麻煩啦 其實如果假設不用 另外其實可以幾個方法 就是他其實是可以用移除重複的 他第一步其實是幫你做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之後呢 再幫你抗衣服 這也OK 可是我覺得很麻煩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思考一下 所以第一個問題我們就完成 那第二個問題喔 上面也還滿簡單的 我希望知道一下 到底哪一區 因為行政區好像有12個啦 有沒有 就大安區 中政區 一堆區 12個吧 我印象中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到底哪一區的竊道案件是 比例是最高的 佔比是多少 我想要看一個比例喔 那當然我們剛剛強調的是 時間跟數量 所以以後如果你時間跟數量 要把它兩個條件放一起來呈現的話 其實看起來最簡單還是折線圖 有沒有 時間就是橫軸嘛 數量就中軸嘛 就很簡單的 對不對喔 OK 甚至如果將來可能要請大家 也許再去做別的 比如說住宅之外 有汽車有機車有自行車有搶奪 一堆一堆的 其他的你也可以拿進來 兩相比較一下 有沒有 你就可以知道說 是不是只有住宅竊道是下降了 汽車機車等等的 是不是也同樣都下降了 如果是的話那就太厲害了 對不對喔 當然如果從一個台北市之外 如果你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找其他縣市 有沒有像新北市 新北市在隔壁而已 新北市的如果 不過前提還是需要政府願意開放 如果他沒開放 那你可能就看不到這個資料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還有兩個問題要解答 兩個問題 就是哪一區的比例 第二個是哪一條路的數量 我要前十條就好了 OK 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下面兩個題目 那當然其中報告就是希望 你們做這些東西 反正用 第一個先找你有興趣的資料 第二個利用Excel去做一些統計分析的結果 第三個呢 敘述一下你看到的結果的心得 那這個心得包含你做的結果之外 過程也很重要 你敘述一下你做的 我當然很希望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 除了說資料本身之外 技術上有沒有遇到困難 OK 每個人當然 因為程度不一樣 你就量力而為吧 OK 如果你假如程度好的話 甚至後面我是希望說 因為當然後面我們還會結合VBA 我是希望說 可以把這些東西最後變成五個按鈕 這五個按鈕就是什麼事都不用做 按下去資料都自動 全部都看到我要的結果 像剛剛那些動作我們都是滑鼠鍵盤做很多動作 後面我是希望什麼事都不用做 按鈕按下去就看到結果了 有沒有 這邊有五個按鈕 所以這五個按鈕如果可以把它做出來 看好 那就太方便了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就按按鈕就好了 有沒有 你想要統計什麼知道 資料如果都已經在網路上面的話 你又把它爬下來不就好了 好啦 這後面我們再來看 OK 先下課休息一下